接下来我们来讲解一下预约设施的方法 首先点择这个公益设置 这里有一个远程预约 点一下 然后看这里 这是模式的选择 首先我们把这个模式切换到那个预约模式 来看这里这个界面 它有一共有六个公位可以选择 这是我们最大的公位 首先你可以选择一下你的程序 这有个add 选择一下你的程序 然后选择一下 确定一下 错了 open 随便选一个open 然后这里就可以有个程序名了 然后点一下这个 这是是否使能 只有这个选择 这预约功能才有效 然后我们要保存一下 然后你可以看一下 这里面有个时间 0 这代表的是使用的次数 0的话就是无限次调用 如果你写的5的话 那就按下启动按钮5次之后 这程序会运行5次 但是呢 运行5次之后 你再按启动的时候 它就无效了 所以一般都是设为0的 设为0之后 我们保存一下就好了 然后我们可以打开监视看一下 这有一个预约功能 你看 这就是电影我们这个程序 然后这里面会看一下这个程序的状态的 选择完成之后 你就按下启动就行了 确实 你选这里 这里面 你看下面 它还有取消预约功能的 就是你把你已经启动的程序 这个启动这个预约功能给取消掉 这样就恰实不会再执行了 这是在有问题的时候在取消的 设置成功的话 你就可以正常按下启动 按一下启动 启动一次这个程序一遍 嗯 儿OS